哇 我和于千凡还是第一次真人见面呢 能参访千凡老师的机会不多呀 我就单刀直入地问了 请问千凡老师 这次选择上心动瞬间这种高甜度恋爱的剧 是因为像网络上猜测的那样 您本人想要转型呢 还是说只是因为单纯的想要谈恋爱了 我并没有转型的想法 那么是已经找到喜欢的人了吗 你们觉得呢 我们都知道 心动瞬间这个综艺节目是非常的火爆的 请问在节目里面啊 你和丽琴老师还会有进一步的进展吗 当然 进展到哪一步啊 能具体透露一下吗 结婚吧 结婚 那什么 是我们心动瞬间 接下来要模拟结婚 不是我们真的要结婚了 那看来 接下来的收视率冠军肯定也是心动瞬间了 接下来 余老师有什么计划呢 有传言说你已经准备退圈了 这是真的吗 有这个计划 但不会完全不出来 有好的剧和电影 我会考虑接的 下一部剧已经定好了吗 是什么题材的呢 应该会是 嗯 古装题材的 和哪位女主演合作已经确定了吗 确定了 马上就要和我在节目里结婚的那一位 丽琴无奈地甩来甩脑袋 店里面更是一片寂静无声 无奈之下 丽琴只能先给他们放回去 丽琴一个人坐在餐厅里面 刚想要打电话给司机 于谦凡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你疯了吧 在节目里那么说 你怎么不干脆说 我们两个已经谈恋爱了呢 你要是这么着急的话 我也没有太大的意见 其实做恋爱总业的那些明星 都是这样互动的 若有若无的暧昧 不是我做得太过疯了 只是因为我是于谦凡 你是丽琴 所以显得很过分 你来接我吧 而此刻 正在自家气愤地 给叔叔罗飞打电话的 罗世成 正焦急地 等着电话接通 什么事 叔叔 你 你吃了吗 有什么事情就说 别吞吞吐吐的 就是 就是叔叔 您还记得我手下的 那三家餐厅吧 不是你手下的餐厅 只是你代为管理的餐厅 你怎么当了 这么两三年的管理人 用词还是这么随意呢 对 我管理的三家餐厅 但是现在餐厅换老板了 哦 无视力量了 可不是 丽总把这三家餐厅 都给了他女儿立紧了